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四至七节 十至十三节 天君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 对所有他从耶路撒冷 放逐到巴比伦的俘虜这样说 你们要兴建房子 作定居下来的打算 也要建造原子 吃原中所产的 你们要结婚生子 然后为子女尋找配偶 使你们子孙满堂 你们要多多繁衔 不可使人口减少 无论我把你们放逐到哪个城市 你们都要为哪个城市的和平 与繁荣而努力 并为哪城向上主祈求 因为他的福祂就是你们的福祂 上主这样说 你们要在巴比伦住满七十年 然后我就要来 理行我对你们所应许的所有美事 并且带你们重返家园 上主说 因为我知道 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那是要赐福 而不是降灾的计划 为要带给你们前途和盼望 在那些日子里 你们讨告 我就傾听 你们如果全心全意地尋找我 就必定尋见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天涯淪落人 主前五百九十八年 巴比伦打败了犹大国 将国中的达官权贵 领袖和有技术的人士都脱走 几年之后 耶利米写信给他这些 在巴比伦国的蒙难同胞 家书抵曼金 这一群活在异国天空下的秘魯之文 招师慕想的 可能就是故乡的音讯 心里面也都深深渴望上帝 会藉着先知的口宣讲拯救的信息 看来回乡之旗必定指日可待 但是上帝藉先知传达的 不单止没有半句回国的承诺 反而吩咐他们做几件事 第一 要兴建房子 意味着他们不要再抱住过客的心态 却要安居置业 第二 要建造原子 表示要投入当地的经济生产 第三 要结婚生子 要在异地落地生根 开枝散业 聊聊数据 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与其浪费精力 筹算回国之旗 不如脚踏实地 在新国土中国新生活 但是 要生活在一个 使自己国破家亡的政权之下 必定不是这群被老之民的意愿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何尝不是生活在 跟我们的价值相拒甚远的 乙邦文化中 人生的祭遇 又有多少是我们可以 自行编写或者掌握的 上帝在信中 并没有答寻被老之民 即时的拯救 但是却向他们保证 他的计划是 要赐福 而不是降灾的计划 没有即时的答案 但是在他们 不怨九代的被老之地中 上帝送给属他的子民 最佳的礼物 就是一种在逆境中生存的 智慧和安稳 上帝要与他们同在 在当中赐福给他们 唯有好好活在今天 纵使是在一个陌生的处境 或者处身不能够掌握的祭遇中 生命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和生机 尝试以正面的角度 看生活中的失忆和遗憾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